ok 那么关于这个 按键的处理进贷文件之后 下面呢 你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基本的 这个部署的流程图呢 就结束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关于我们第一天呢 给大家发的这个 天天生鲜项目的文档上面啊 我们有一个图 哎 我把它找到啊 找到这样一个图 哎 找到我们的这个啊 我打开这样一个东西 天天生鲜项目里面 那么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有一个最终的一个部署图 哎 这个部署图呢 其实呢 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个图啊 浏览器请求的时候 先去请求NX 如果你请求的是动态的 对吧 转交给UVC 然后呢 UVC UVC呢 调用将告 将告给它返回内容 它再返回给NX NX呢 再给这个浏览器 好 同样呢 如果请求的是一个静态文件的话 那么根据它的配置 到配置的目录下方呢 获取静态文件 然后呢 返回静态文件呢 给浏览器啊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啊 部署的一个图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再给大家说啊 然后 知道它之后 那么 前面呢 我们在讲我们页面静态化的时候啊 给大家 生成了一个首页的静态页面 对吧 这部分的话 我说呢 现在啊 我们使用这个Celerate 生成了一个静态的首页 我们说最终呢 我们要对它俩呢 做一个区分 当用户输入的地址里面 包含斜杠index的话 我就把它呢 交给这个 江口 如果呢 访问的地址呢 是这个 直接只有一个斜杠的话 我就给它交给这个 哎 Celerate上面 让它产生一个 让它把这个静态页面呢 给我反过来 那么前面的话 我说怎么实现 这样一种区分呢 我们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调度的 endex啊 那么这个调度的endex啊 我就用我刚刚启动的这个endex来做啊 endex来做 那么这样的话啊 下面呢 我们就再给大家画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 首先 浏览器 去用户啊 他呢 去请求我整个 部署好的网站的时候啊 他请求的是谁啊 你注意啊 这里面 假如说他是用户 你的这个用户呢 去访问我的这个 用户啊 假如说这是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呢 他要访问我的网站啊 在我的网站最前面呢 会有一个调度的endex啊 用户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用户 好 好 这里面是用户啊 然后呢 在用户 在这个用户访问的时候呢 我的前面呢 会有一个对应的 endex啊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需要呢 去有一个endex 好 好 那么关于这个endex的后面呢 他呢 就有我们所说的这个 将购的网站啊 这个将购网站 他怎么去启动呢 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UWSGI 加上 将购啊 这里面请注意啊 UWSGI 加上 Jungle啊 进行一个启动啊 进行一个启动 这里面呢 他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 好 这里面是他啊 好 那么 这一块呢 是我们最终 哎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Jungle啊 他的一个项目啊 这里面是我们的 UWSGI 啊 他呢 进行 在我们的endex后面呢 会有一个他啊 这里面 好 是他 那么然后呢 我们说呢 在下方呢 还有一个产生静态页面的 哎 这样一台电脑 那么这个呢 就在这里面再来一个啊 这个 比如说我们叫做静态啊 这个 我们的静态页面啊 静态页面啊 哎 服务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生成静态首页的 这样一个静态页面的一个服务器 那么在这个服务器上方呢 他呢 会生成我们的静态的一个首页 对吧 这里面呢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index.html 然后呢 这个静态页面呢 我们是使用Cellery呢 生成一个静态的页面 然后呢 怎么去让他提供这个静态页面呢 我们说呢 你需要在这台电脑上呢 给他配置一个 NX啊 就在这台电脑上需要有一个 NX啊 在他的上面需要呢 有一个NX来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 就是他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NX啊 他上面的这个NX 好 OK 那么关于他上面的这个NX的话 对吧 那么他最终呢 会帮助我们提供这个上面生成的 index.html 那么我们说呢 用户呢 去访问我们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首先 用户访问的是 我们的这个前面调度的 NX啊 就是我们整个网站部署完之后 用户呢 只会知道我前面调度 NX的IP 或者是域名啊 或者域名 所以呢 他呢 用户呢 在这边 他去请求一个网站的时候 事先请求前面调度的这个东西啊 OK 那么他呢 是在这里面 请求 好 那么 根据他的请求呢 我的NX呢 就可以做一个区分 如果呢 我们说啊 如果你访问的是一个 斜杠的话啊 如果你访问的是斜杠的话 我就直接呢 去找他 要我们的静态的首页啊 如果用户 访问的啊 访问的 斜杠啊 如果他访问的是斜杠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找 直接 让NX呢 去找他 去找他上面的这个NX呢 把这个静态页面呢 给他 拿回来 然后呢 再发给用户啊 那么如果呢 访问的是其他内容的话 对吧 就需要呢 对他进行一个 请求的转交 转交给谁呢 转交给我们的上面的这个 U VS 这里面 如果访问的是其他啊 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啊 访问其他的吧 哎 访问 哎 这个其他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就把请求转交给我们的 UVS 啊 那么这个转交呢 刚刚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配置好了 他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个转交 现在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用户呢 访问的是斜杠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这个 怎么去找这个静态页面 服务器上面的 NX呢 要这个静态的 手艺啊 那么前面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呢 就把它叫做啊 它呢 就属于这个 调度啊 调度的一个服务器啊 在这个调度服务器上面呢 刚刚我还实现了一个功能 那么他还有个功能呢 他会处理我这个项目的 静态文件啊 注意啊 这个呢 就是我 麦克上面的这个角色啊 处理 静态 文件啊 他的另外一个 功能 啊 除了调度之外 他还会处理这个静态文件啊 处理静态文件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网站最终部署完之后啊 你要知道 用户呢 不 用户他并不知道 后面还有这些东西啊 他只知道这样一个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NX呢 他有自己的一个 IP和域名 假如说啊 他的域名 IP呢 是这个 哎 要 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172.16 对吧 1.179 1.179 对吧 假如说是他的话 那么我们呢 可以给这个 IP地址呢 绑定一个域名 哎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项目呢 叫做 www.dda fresh 点 com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呢 就可以给他 这个 NX的IP呢 假如说是他的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IP呢 跟这个域名呢 有一个 对应 那么用户他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敲你这个网站的域名 他也敲域名呢 其实呢 就是访问我的这个 NX啊 由我的NX给他实现一个调度 所以呢 用户永远是在和这个前面调度的NX之间呢 实现一个交互啊 他并不知道有其他的内容啊 有其他内容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当用户访问的 如果是斜杠的时候 我怎么让他去找 我的静态页面的服务器去要这个 静态的首页啊 那么这个的话 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 我们的静态页面 他在哪呢 他在我们的这个 上面啊 然后你注意在我们这里面 在我的这个FastDFS这个上面 对吧 我们启动了一个 启动了一个啊 CDUU的Local 对吧 有一个叫做NX Config 然后呢 NX Config 打开它之后 好 打开它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配置啊 你首先 这个启动的服务呢 它是用于这个 提供我们的这个图片 对吧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对应的80呢 它是提供我们生成的静态页面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 这台机上面有NX 我们这个图上面呢 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我虚拟机里面 NX对吧 现在我要让Mac上面呢 把这个请求呢 交给虚拟机上面的啊 让它把这个文件的给我发回来 那么怎么做呢 我需要在这里面 在我们项目里面呢 进行一个配置啊 这一步的话 其实呢 你还是需要呢 去配置你这个 NX的配置文件啊 在它里面继续加内容 那么 加内容 那么这次加内容的话 我们说需要用户的浏览机 访问的是一个斜杠的吧 精确匹配啊 只是一个斜杠 那么怎么匹配 location 然后加上一个 前面写一个等号啊 等号代表精确匹配 写上一个 斜杠啊 这样的话 这就代表是斜杠啊 只能是斜杠 不能是其他的 你像我们上面写的这个斜杠 对吧 它只要以 它只要不符合其他的需求 其他的它都可以匹配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一旦写上这样一个东西之后 这就代表精确匹配啊 精确匹配 那么如果呢 在这边是斜杠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传递啊 请求 传递请求 比如在这边 我写上一个传递 请求 给这个 静态文件 服务器上的啊 服务器上的 NX 好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首先在这里面 看一下我们这个 静态文件 服务器上面的这个 NX 它的一个对应的IP 对吧 EVConfig啊 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啊 所以呢 这里面应该写的是这个 这个 注意啊 写的是他 我就应该访问他 IP上面的这个80的端口 那我在这边呢 我可以写的就是什么呢 在这边加一个 叫做 Proxy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 Path Path 你要写什么呢 写上你要请求 你要交给一个 静态文件上面 NX 你要把这个NX 它在的电脑的IP 还有NX端口呢 给他写上啊 172.16.179.131 对吧 那么这个啊 除此之外 前面呢 别忘了 还要加一个东西啊 在前面需要去加上这个 HTTP 然后呢 加上一个 写杠写杠啊 172.16.179.131 那么我们说 他坚定的是80 那你当你敲一个地址的时候 你如果不加80 他默认访问 是不是就80 所以呢 这个80呢 你可以省略 你也可以呢 写上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省略 省略完之后呢 下面 我把这个就配置好了 只根据我的这个配置 只要你访问的是一个斜杠的话 他就会去找他啊 找他要页面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呢 现在配置好之后 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重新启动啊 随度SB NGS 写上一个 -S 写上一个 reload啊 OK 那么输入这个密码 好 这边又重新启动了 对吧 重新启动之后啊 你注意 我们说 用户呢 永远 永远是在跟前面的这个 他进行一个对接 对吧 那比如说现在啊 我打开浏览机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 127.0.0.1 那我出127.0.0.1 我是不是什么都没出 什么都没出 他就相当于你在后面访问了一个 斜杠啊 然后你看一下 他能不能把这个页面拿回来啊 回车 好看一下 出没出来一个页面 看到 这个页面啊 然后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在前面加上一个index 你看一下这两个页面的区别啊 找到他 127.0.0.1 然后他出一个斜杠 index 这个我加了之后 他就不会走这个配置项啊 不会走我们的这个配置项 他不会走这个配置项啊 我们这个配置项呢 他是严格匹配对吧 你只能是斜杠 那么如果你敲的是斜杠index的话 这个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 最终会走这个 所以呢 会转交给我们的 UVSG啊 然后你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啊 在这边一敲回这 那么你仔细对比一下 他两个页面啊 这个再上对吧 这个再下 然后呢 看一下下面这个页面 哎 我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这里面 对吧 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区别 哎 这里面它是有区别的啊 就我们在里面呢 这个页面呢 它呢 哎 这里面就是我第一 生成的静态页面呢 它是没有这个数字的啊 这两页面不是同一个页面 你注意啊 这个页面呢 就是我们从 我们配置的这个 静态页面服务器上面的 这个拿出的这样一个 静态的首页啊 通过我们的这个配置项 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配置项 它呢 就可以实现把这个请求呢 交给我们静态服务器上面的 NJX啊 OK 好 那么这个啊 刚刚我刚 我刚动转了 没 好了 就这个啊 那么这个的话 你注意啊 中间我们说用户呢 永远在跟我们的NJX之间 实现一个对接 就是他 他去访问这个NJX NJX呢 会去找这个上面 NJX对吧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中间不是 不是这样构造 不是说 并不是说 这个NJX直接把这个页面给用户啊 他中间不是这样 不是说这个东西 直接把它给用户啊 永远都要签给NJX啊 最终由NJX呢 交给我们的用户啊 无论是你这边的转交 还是这边的转交 最终都是返回应答中 要返回给NJX NJX呢 再给这个用户啊 这样的一个流程 OK啊 那么这一步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啊 NJX转发请求 给另外的地址 我要交给谁呢 你看到啊 当我们的location 对应的配置项 增加这个pro syspass啊 转发服务器的地址 就是当用户访问这个 17.0.0.1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这个调度NJX地址的时候 我就可以呢 配置把这个请求呢 交给我们的这个 哎 静态文件 服务器上面的NJX啊 让他去提供我这个静态 首页 配置呢 就加上这一句话 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是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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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